当我做了一个跑酷吃豆 放上地板 加上触碰凋落板 放上豆子 加上硬糖破碎地板 后面加上地板 跳绳 蹦床 开太理想了 再开饭了 可是 今天这吃豆 怎么看起来这么像跑酷啊 这好像还不吃一个豆子 后面怎么还是硬糖破碎地板 过来之后 扔传送桥 地雷炸传送 过来之后 拿上钩爪 钩地板 键上箱子 直接三连垫过去 然后接上钩爪 连跳过去 这里还有逆向传送带 过来之后 这里我们拿上火箭筒 炸硬糖破碎地板 炸完之后 采销毁 回来用回溯激光再回去 现在看 可是相当炸裂的机关设计 接着 传送带电相跳 这里是老六关墙 我们直接跳过去 后面这里我们直接缩小 穿过去 不过我们要小心一点 这里非常不适合我们这种老年人 手抖的人 下一关 先坐机关 再躲弹床 穿过小门 这里还有翻转地板 过来之后 我们跳上触碰碰碰碰板 在马上消失的时候 我们跳上弹板 这里要我们跳传送带 继续躲避滚球 后面的关卡 我们必须沿着箭头 扔弹窗垫过去 然后是穿梭之门 扔弹板 过来之后是旋转地板 踩传送带 后面是一段连续的小跑酷 过来之后走都木桥 哈哈 没想到后面竟然有这么多豆子 成功通关 到后面竟然有这么多的小跑酷了 到后面竟然有这么多的小跑酷了